创意团俗华落海,司机子女获国赔121万 2010年10月,美济台风席胎重创俗华公路 当时创意旅行社中国旅行团搭乘的游览车 途经俗华公路时,疑似遭到落石击中滚落悬崖最海 造成司机郭敏林,导游曾庆华与19名陆客全部失踪 郭敏林的子女郭小美与郭祥事后认为 气象局当时已发布台风警报大豪与特报 但公路总局防灾机制不足 第四区养护工程处又未提早封路,导致惨案 姐弟俩遭受精神重大痛苦,要求国赔223万元 虽然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强调 树花公路仅在道路无法修复时才封路 且案发当天早上9点,郭敏林从花莲新城出发时 雨势并不大,公路总局无从提早封路 但台北地院审理认定,苏花公路养护单位 待遇执行职务,应对封路作业不熟悉 为及时进行封路评估作业,导致此案,应付国赔责任 不过当时已有豪大雨特报,郭敏林仍驾车经过 要负四成责任,昨天判国家可获赔121万元 对此判决,双方昨天都表示将再决定是否上诉 动新闻台北报道